欢迎收看最有感觉我是可敬 我们现在在武汉 现在来到这个地方给大家看一下 是武汉大学一所有樱花盛开的大学 现在呢我们就带大家进去逛一下啦 诶这应该是武汉大学的校训吧 自强红意求是妥心 今天天空不作美 然后我们仍然来到了这个武汉大学 带大家去武汉大学深度游一下 我们走在武汉大学的路上 然后看到他们这些宿舍 看起来不是很新的 然后会比较旧一点 然后还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 我以为大学生里面的都会采用自行车 像我们学校都是采用自行车 或者是小黄小绿吧 但是在这边我看到是用电动车 可能这一路都是坡路的原因吧 如果自行车的话可能太费劲了 所以电动车的话的确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 因为武汉大学它也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 所以有一些宿舍有些新也有些旧 所以他们的设计感看起来也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走在武汉大学的路上 校道上 然后看了一下它的这一边的教学建筑 我发现都是比较素雅的 都是以白色为基调的 然后走在这里都可以感受得到 它这里文化抵御非常的深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环境的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好看的一个建筑 它既然是一个学生宿舍 如果能够住在那么好看的宿舍里面 我觉得也是别样的幸福吧 应该会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吧 但是我又有另外一种感觉 就是因为这里可以说是一个景区嘛 如果到那种游客高峰期的时候 它会不会被打扰到呢 我们在武汉大学走着走着就逛到了这个图书馆 我们去查了一下知道这一个是新的图书馆 感觉还是比较衬托他们武汉大学这一边 以前的旧建筑还是有点像房古的吧 尤其是从它的屋檐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颜色基调呢 还是属于那种比较素雅的那种 然后呢现在这个武汉校园实在是太大了 好像时间也不是很允许 所以我们就暂时逛到这里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的下一次旅行了